同樣的就是說 今天這個檢方 又三度的傳訊了杜一凱 我在懷疑說 杜一凱剛剛又說他不認識 我是覺得說這個 馬面要他當面 當面說幫他告訴他說 他在開槍之前打了三通電話 而且還打電話給他的司機 打給當事人 我覺得當事人電話 可能很容易找到 但是司機的電話 連我的司機 我有時候還要拿布子起來翻 何況是別人 怎麼會知道他司機的電話 表示頗有交情 那杜一凱本身 又一直在否認 我就覺得你不否認還好 越否認我越懷疑 你不否認說我認識他 郭忠祐沒有來往 你記得他第一次的時候 說半年內或者一年內 都沒有接到電話 表示你是認識他的 你不是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今天怎麼又說你不認識他 所以我在懷疑說 而且我那一天 我好幾次來上電視的時候 我講我看到那個錄影帶 我們電視上就看得到 當連勝文那個江吉江發聲 所有人都扑到地上去的時候 我看到對一開始 一個人站在後面 都沒有動態的 你可以再調那個錄影帶 出來再看一下 他站的那個位置 他都沒有去動 所以我是認為 或多或少 所以真的老花癮是他 當然這個是可以 這種狀況他還看不清楚 可以去懷疑的說 或多或少 為什麼這中間的糾葛 到目前為止 那個新黃突破 新黃突破才能夠解決問題 那身為一個國家元首